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南修朗主席的重大犯罪科 如大家所見 今集是有嘉賓 你好 陳博士 我又簡介一次 在城市大學任教犯罪心理學的陳慶泉博士 科目是犯罪心理學 編向犯罪心理學的研究就是犯罪學 可以買咪咪少少 但這麼久沒見 我們再拿你的卡片時 發現陳博士的卡片 這些不用說 我讓你簡介一下 原來發覺陳博士已經更上一層樓 那張卡片你簡介一下那是你的名字 因為我看你的學位也多了很多 是 我們收生收得多了 犯罪學 我們的辦公室轉了名字 叫做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比較重視心理學這個科目 那你那個是 副教授 我很多同事 很多都是副教授 因為我給了一堆卡片 但之前我也預告了 現在如果大家出門留言 我是不是即時看到的 因為現在是六部 上次也說過 因為陳博士 作息時間比較早 還有星期四是有班要教的 沒有法子出現直播 不要緊 我們錄播 所以今集我應該出門也要看大家的留言 可以回應一下 接手一下今集特別一點就是錄播 陳凌全博士簡單叫Oliver 親切一點 否則陳博士 很翹口 雖然是Oliver和陳博士三個音 都是翹口 親切一點 親切一點 Oliver 今次也是找你上來 我想有案件聽 不要只是一個法治心理學 因為有案件聽 其實都是比較簡單的案件 簡單案件說完 就可以聽你的分析 其實我Facebook應該都預告了 就是講這個食人魔坐穿一證的事件 我講理容之前 先問你 關於這個食人這件事 在犯罪心理學方面 有沒有什麼看法 天生 後天 有沒有什麼觀念 我那一套 我不是很相信 所有犯罪的行為 你舉手問 好問 你那一套 雖然一套學問 也有不同的派遣 如果我們要追溯犯罪學 或者犯罪心理學 很早年代 我講的是五六十年前 或者七十年前 甚至一百年前 他們是相信 那些罪犯是天生出來的 但是你有樣看的 看到你肥肥瘦瘦 你暴力傾向是高的 類似 但近幾十年 有些研究 尤其是科學 那麼好 我們會相信有天生 或者基因 但未必是全部 但絕大部分 你猴天的行為 犯罪行為 都會是你生出來之後 那種的 Nurture 我們英文叫做 培育 或者成長過程 我差一差想說 一部電影 它也是基於一些 怎樣說的 它是創作 但也有關於一些犯罪的事 看看能否應到這一點 有一部電影叫做 黑澤明 我比較熟悉日本 一部叫野良犬的電影 很簡單的說 警察塞了一些槍 最後找到一個賊 捉了之後 最後解釋整個橋段 就是兩個人 都打完二次大戰 回到日本 而兩個人都遇到被人偷竊 那些賊 就因為被人偷竊 就受恨社會 不如我也偷了 警察就因為自己被人偷了 原本兩個人沒有關係 結果就覺得 我應該要去執法 去抓這些賊 結果兩天對立 我經常有一個想法 就是會不會人遇到同一件事 即是你自己的 不知是基因 或是天生 或是後天的培育 導致有些人走到正義那邊 有些人走到邪惡那邊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你剛剛所說的那個案件 我覺得有一點是重要的 要帶出的就是 有機會兩個人兄 都有患上PDSD 即是邊緣性人格障礙 不是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記錯了 這個就是創傷後遺症 因為你說這兩個人都打完仗 回來 當他打仗 打仗的時候 見過人生最醜惡的行為 你殺我我殺你 我要保護自己 所以我要殺你 當他回到一個很平靜 很安定 很安寧的社會裏面 始終都有一些這樣的事情 在他的心裏面 或者在他的腦裏面 所以需要很長時間去幫他 即是你覺得那個做了警察的 都是創傷後遺症來的 有機會在他的腦裏面 挺新穎的 如果去看這段影片 因為陳博士 我看看你的學歷 除了你犯罪心理學 是 我忘記了是碩士還是 犯罪心理學是碩士 另外有心理學的 所以陳博士對於心理學都可以給你意見 為何想起邊緣性人格障 因為這個節目經常出現這些 簡稱PD 所以我漏了兩個字 就變成邊緣性人格障 剛才提到的派別 有些人覺得現在現代後天影響多過先天 先跳一個話題 不如先講案件 開幕前跟你談一個話題 我們問今集談些什麼 除了案件 不如想起墨西哥毒販 好 我純粹提出一件事 讓大家研究一下 墨西哥毒販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我墨西哥沒有去過 墨西哥那些 墨西哥吧就吃過 是的 我吃過 墨西哥球隊也看過 但虛就沒有去過 Tequila就喝過 但是我們近年看到 他的毒販都是相當之 兇殘 還有一種震懾性 例如斬收斬腳 上網就隨便找到這些圖片 我個人見過最恐怖的 就是短片 應該是警察不合作 可能沒有收費 是的 我也看過 全部斬頭 然後排在牆壁 還有他的兒子 我不知道有一個兒子 我看過那個在網上 他的兒子當場看他的爸爸 應該是割頭 割了頭 然後他的兒子看著他爸爸 被人殺害之後 那條片繼續拍 那個小朋友 我想是少年 十二三歲 不會過十五歲 他就看著他 看著他 看著他的心 拿著心 我記憶中 很忙的影片 但我記憶中好像還會跳 那我就想起一件事 其實會不會跟 我不是想侮辱整個民族 純粹探討 會不會跟他的背景有關 雖然你也是比較 是後天那一套 那我在想 其實整個南美 都是一些叫做 他們以前追溯過歷史的馬雅民族 馬雅民族 馬雅民族看過的電影 祭神 真是劏了心出來 這樣去做 會不會真的有一些 可能以前的兇殘性 留在這裏的時候 去到平時正常 生活沒事 但當鬥到你死我活 要鬥兇狠 他就想到這些方法出來 你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Oliver 那你說會不會所謂 剛才我們未開麥克風之前說的 會不會有些基因的影響 但我就不覺得是基因影響 可能是文化的影響多些 當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南美洲 是極度兇殘的毒販 不僅是墨西哥哥倫比亞 甚至是整個南美 巴西多朗 是的 他們民族的文化 可能會多少影響到他們 你說是否直接天生出來 一定會這麼兇殘 我絕對不喜歡 你這麼想 挺有趣 我想跳一個話題 不是說民族 不是說犯罪 也要研究一下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俄羅斯是否戰鬥民族 我看一些YouTube影片 其實如果用犯罪學 就隨便犯罪 他說這些車子 剪掉線 他就下車 他就動手 但動手是厲害到 我看過的影片是怎樣 我很喜歡看這些影片 可能我也有些 心底的犯罪 聊 他就是的士司機 下車 準備動手 他就在車營 這輛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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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拿了一把斧頭 在面前 兇了一大量 也上車 當然有些片 會打架 我就想 其實所謂的戰鬥民族 是否在一些極寒的地方 環境很惡劣 以前 如果不是那麼強悍 他們是生存不了 養成了這個文化之後 都現代了 理論上講法律講文明 但到了那一刻 強悍習慣了 動一點就動手 動一點就拿空氣出來 人家也是這樣對我 照理我應該更加兇狠 但你說天氣這麼冷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一個這麼強悍的話 我就會問你 瑞典 挪威那些夠冷 相對比俄羅斯人 你剛剛所說的那批人 斯文一點 芬蘭 結果最後都是文化教育 我覺得文化影響 深遠過所謂的民族基因 這個可以思考 因為其實挪威瑞典 遠吹遠古 維京人都是很濃 這樣也是 但結果 大家沒有 很文明 他們只吃三文魚 即是不會過去搶 這個又啟發我 大家去想想 又啟發我一個新的思維 剛才跳遠了 回來了 不是我的問題 不關你的事 我這些每市民差遠了 我們開始就講這個 坐穿一整 食人魔的案件 就跟你講開這個 叫做食人這件事 在犯罪學裏面 犯罪心理學裏就說 你那一套 就不相信先天那一套 比較拜後天那一套 那後天為什麼會吃人 是否吃雞吃牛吃豬 吃到驗完 果子裡也吃過 說到食人在犯罪的手法上 算是最 數一數而極端的 你殺完他之餘 你還要吃下去 當然這些是很嚴重的 不好意思 查一查 這個案件也不怕預告 其實也有很多人聽過 包括食的錢 是有監視的 那你會覺得 監視和食人這件事 是否同等極端 監視是極端 但我覺得食人是更加極端的 因為監視在連環殺手 都不會很難找不到 都很常見的 但你說監視完之後再去吃 那一步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去做的 還有為什麼要去做 有什麼原因要這樣做 我純粹想問犯罪心理學裡的監視這個問題 那連環殺手 為什麼不會生生強姦 要變成殺姦的次序 那你未必 他未必殺他之前沒有監視 他可以監視完再殺 然後等一段日子之後再監視 那奸屍的過程 有沒有解釋為什麼那些人會遷就這個 他為了什麼 有些很實際的 很合理的 就是 既然他都在 我又有這樣的誠需要 他免費在這裡 又不會反抗 為什麼我不做 他對他們來說 就不一樣 我們正常的想法 他沒有做那種 覺得恐怖 不一定有的 不需要有的 當你去到那一步 要殺人 強姦人 那你再監視 都是所謂的 一件烏兩件衛 明白 回到剛才所說的 食人 你說很極端 如果你從一個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的話 一個人在那裡 為什麼要吃肉 可能那個人 我不敢說百分百 他是想擁有他整個人 將他不但他的肉體 甚至他的靈魂 都想佔有 佔有 完全佔有 我聽過一個例子 現代發生 從哪裏聽回來我不記得 但應該是真的 就是有一個女人 應該是很愛的老公 應該是 她老公已經死了 我記憶中 有人說 他的骨灰留在那裡 他不知如何沖水去吃骨灰 有沒有吃完 我不知道 這些應該 我想不是很罕人 當然正常來說 不會 但我想也不是世界上唯一 一單兩單 我想也偶然有這些 其實就是你所說的 想完全擁有他 完全擁有 那會不會有一種 例如這個兇手 純粹一種 我沒有試過 我很好奇 但你給我看他的簡介 我看到他是一個比較自卑的人 他選一些女性落手 都是相對比較 他覺得是完美一點 我遇過了 可以說一些案件 他甚至說為何要選擇外國女性 本身他很矮 很自卑 而且他小時候已經有病了 也會說回座村一證 他說 為什麼他喜歡外國人 金髮 漂亮 第二就是 高大 讓他感覺是 他自己矮 他覺得特別佔有肉 或是可以跟這些外國女性一起 甚至吃掉他 殺了他 奸屍 他都有這種滿足感 好 來到這裡 不如說少數案件 好 不要緊 一定說不完這一節 我們橫跨到 一會兒我還想問你 德國近年有一宗 都是食人 不單止那個人 不是叫做強迫的 他是自願性的 因為有一個是想避食 一個是想吃 那我就一會兒再問你 好 我們看一看圖片 我講講座村一證 看一看圖片 這個人其實一會兒都會看這些短片 大家去判斷 到底他是精神病 還是一個切頭切尾的犯罪者 這個人他就 座村一證 簡稱座村 座就是 棋人邊一個 左右的座 村就是三棟 三棟那個村 他在神戶寺出生 後來在哪裡讀書呢 就是神戶村縣的 兼倉高等學校讀書 之後就入了和光大學的文學科學略畢業 還去過這個關西學院大學的英文科 就完成了這個課程 所以他的外語是可以的 簡單講講這個人 大家看到 他小時候發覺 他屬於偏受弱 因為小朋友來計 可能有人說 波先生你在過年代 1945年出生 他窮 吃不飽 但我告訴大家 他家裡算是有錢 他說一說他背景就會知道 他說他長大了 後來就去了巴黎讀大學 結果就發生了巴黎人獄事件 就是他就找一個女生回來 然後就殺了他 監視吃了那些獄 我已經預告了 圖片主要是沒有屍體殘缺的圖片 但短片會看到少許 不過那條短片都打了格 因為我不想在這裏就嚇到大家 這些圖片 只要大家坐穿一證 上去酷稿 絕對可以看得清清楚 因為他坐穿那條屍體吃到殘缺不存 還有第二樣 看得到你的專程 每個人都有重口味 陳博士大感 過去有些朋友挺有趣 他跟我說 不如回來創警多久 他說他夠膽聽案件 是不敢看屍體照片的 我又說 以前我的家人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醫生 現在香港也很出名 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 但他是說 他是不敢看屍體 可能他的醫術好 他是家庭醫生 他是 再說就出名 是的 他有時候要回答問題 出去在鏡頭上 但他可能這樣 他的醫術好 經常醫得好 他不會步向 他竟然是怕見到死人 這個我真的比較意外 所以網友反應就是 可以聽案件 但他們是怕見到屍體 尤其今次的屍體 真的吃得挺誇張 還有還有一樣 不是網友能否做到 或者我能否做到 你能否做到 是怕YouTube那條例 反感 會不會累到全台 直播 這樣不是很好 所以圖方面 大家如果想看 自己去找 我不是說大家變態 我會查一下問題 喜歡看這些東西 以前問過 問多次 其實不是一定變態 聶奇也可以 可以的 好奇 即是我也會看墨西哥毒犯 怎樣去酷刑 殺害 但你不是每天看 每小時看一次 所以你看一次就夠了 如果有那種傾向的人 會看 我想問這個問題 也挺敏感 但起碼我沒有這樣的傾向 你會看和會做 是有一回事 首先我沒有這種傾向 先說 過去有一宗都說過 神戶有一個 神戶兒童殺傷事件 那個犯人也是十多歲 他殺害了小孩 又拿他的頭來做很多事情 各種各人 他講出一個特質 是怎樣 他是有性興奮的過程 包括坐穿一證 他去殺人的過程 他都說有性興奮 如果有這種 其實是否屬於我們所說 通俗的說話是變態 很複雜 我們是否叫Psychopath 有說英文 是Psychopath 但是你說 單一事件來說 我不敢評論 但是你說他經常 和長時間都傾向 很想做這種行為 他是需要人幫助 即是要去找醫生 是的 正如你會看墨西哥斬人事件 斬後事件 你只要看一次兩次 算了 那繼續 我不會再想回去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很正常 每個人都會 但是你說你每一天都這樣想著 加上你會有傾向想去做這個行為 那你就需要人幫助 這件事 好 再看左處一證的圖片 麻煩你 繼續說下去 這個就是他成年了 他的髮型也挺新穎的 說回他的背景 他1981年的時候 因為他這件事發生了時間問題 被人抓了 他的身高和體重 他是152公分 有些說法是150 即是5尺 齊頭多一點 5尺 1 2 5上筋 2肯定不夠 5尺1 頂到盡 2應該不夠 他的體重是非常輕 只有35公斤 很輕 我想很多女士都做不到這個數 很輕 100磅一定有抓 我們乘2.2 即是8-90磅 現在是女士的標準身形 女士比較重 因為女士有身材 座村日證也沒有 剛才我說過他有米 他的祖父是《招衛新聞》 即是這份報章的主筆 他父親是一間公司的社長 由伊藤中商市獨立出來的 叫做律田工業的公司 伊藤中商市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大公司 座村父親是律田工業的社長 剛才也說過律田工業是伊藤中商市獨立出來 而他的祖父也是有名的 是一個歌手兼演員叫座村門藍 所以他做出這件事 令到家裡的明星都大受打擊 出生的時候 他是一個所謂未足月的嬰兒 他說未足月到什麼地步 可以放上手掌上 當然了 放上手掌沒有小過手掌 可以大過手掌 但是手掌可以放上 出生一年之後患了搶炎 大家留意搶炎 為何要強調這一點呢 和後面的案情判決有很重要的關係 當時為了延續他的壽命是怎樣呢 是要在靜脈注射一些甲 今次哪一個甲月秉丁的甲和鈣 才可以讓他傳活到 當時家人也覺得未必可以養大了 這個小朋友 結果他養大了 還要殺人 但是他的體質一直都是虛弱 還有一個小小的 又輕的 性格比較內向 之後看到短片 會聽到他的聲音 我個人用我女兒聽他的日文 我就覺得他比較虛弱 我不知道這個跟他的 所以其實他出生的時候 不足月的話 很多事情都不見譜 包括虛弱 不是一個習慣 可能是他生理上的問題 說回他的體質 當然不多好 小時候喜歡看文學 譬如戰爭與和平 沙士比亞 音樂方面喜歡聽貝多芬等等的音樂 都算是一個藝術少年 因為他哥哥也是玩音樂的 據說後期他沒有錢的時候 就買了他哥哥的大提琴 來亂花錢 這個人又為何細節都說一說 都牽涉到他的性格 日本有一個舊派的文學家 他家是一些貴族 名字比較特別 武者小路實督 如果大家熟悉日本文學 可能聽過 這個座村竟然可以 完全不用預約 踩上武者小路實督的家 但他又肯見他 在書房見到他一小時 因為說這件事 我想說 他的人是高中時代 已經會做這件事 即是說他也是有一種膽識 我不怕你 我喜歡試 我就試 我想分享這一點 給大家 就是這樣的原因 小時候 原來他已經有一個 吃人肉的慾望 為什麼 小學生經常聽到一個故事 是那些叔父告訴他 有一個故事 就是誘拐了小朋友回來 在鍋裡煮熟他 這些可能是黑暗童話 摩法師做 不是真的 但他聽完 就覺得有這樣的慾望 但長大後 就怕自己真的會殺人 他曾經向精神科醫生求助 似乎幫不到 可能那個年代 但那個年代 我們在說的應該是六十多年代 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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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代 可以回來創建的 我來講這件事 我想說少少少 過去是專家 你是一位專家 即是犯罪心理學家 另外我比較深印象 兩位專家 就是一個法醫人類學的學者 叫李顯善小姐 近期有一位專家 是一個資深的精神科醫生 陳國彤醫生 他那時候去講這件事 他上來 那一集是講精神科的事件 原來在去年代 精神科其實都是未成熟 以前那個年代 有些人有精神病 在頭的鼻子裡 是塑造一支金屬進去 是 有些叫做犯罪傾向的人 都會用這個方法 會 那個年代是會的 所以 就算你來到現在的年代 你的精神科都 不是完全很成熟 還有很多事情還未發覺 我聽醫生說 藥物不是100% 很多藥物都有效 但不敢說 100%可以幫助每一個人 肯定是八成應該做到的 剛才所說 座初一政在那個時代 都是未成熟的時代 可能真的幫不了他 要不問他 你能否作一支進去 不作就繼續 可能他沒有作一支進去 就繼續人生 結果他自己有個異常的性傾向 講完這一點 先完這一節 他說當時他讀和光大學的時候 他附近住了一個金法的德國美女 他看到對方很漂亮 他自己說潛入了他的家 就躲起來看他 發覺這個女子會晚上拿錢 沒什麼大不了 外國女性 可能他追求的比較自由奔放 很自由奔放 他就拿了他的女人家的菜刀 指嚇他 幾乎想強姦 但最後沒有強姦 只是摸了他上下其手一輪 然後固然保警 警方來到想告他強姦不遂的罪名 不過他父親 你知道那個家族也有錢 有錢 就用錢來搞定了 我不知道是否抓了他坐牢 可能是好事了 結果搞定了那個女人沒有告他 結果不久他就完成了 他1976年完成了 關西大學的英文科的課程 到了1977年就去了法國留學 然後1980年在巴黎第三大學 完成了一個比較文學的博士 課程 不要說是博士 看不到資料 1981年就準備了我們的棄育 就是6月11日 他當時在法國搞出了一宗 法國都非常轟動 因為他說原來他被列為 全球十大食人那個年代 現在不止了嗎 現在不止了 尤其是你去看很多美國 加拿大案件都有的 但是你那個年代就比較罕見 原來如此 來到這裡大家都知道時間差不多了 回來第二節的時候 就會繼續講這個案件 好在這裡休息 我和陳博士都休息一下 回來繼續講